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遥远的宇宙中有这样一个星球 它的名字叫怪怪星球 在怪怪星球上生活着一群可爱的小怪物 它们计划了很久希望能去其他星球探险 这天 它终于出发了 我不要睡觉 我不要睡觉 快去睡觉 不要睡 不要睡 爹 你为什么不想睡觉呀 我怕黑 等一会就会有怪兽出来 妈妈 真的有怪物吗 傻孩子们 哪有什么怪物 别担心 快去睡觉吧 天黑 快睡觉 哥哥哥 我也有点害怕 哪来的怪物 快睡吧 怎么了 刚才床下有怪物 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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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觉得它比咱们还害怕 你好 你是谁 怎么会在我的家里 别担心 我是熊小麦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哥哥熊孩子 和我们的朋友熊皮皮 你在这里很安全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但是朋友们都叫我阿 这倒是个有趣的名字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叫你呢 因为你这样一叫我 我就会发光 你的声音越大 我的光越亮 我来试试 阿 阿 阿 我也来试试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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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点 别把爸爸妈妈吵醒了 哦 哦 原来是这样 可是你怎么会来到我家呢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是从华华星球来的 我和我的朋友们 本来要一起坐华华飞船去探险 可是飞船在半路坏了 掉到了你们的星球上 我找不到他们了 我们不能离开飞船太久 只有大家都坐上华华飞船 飞船积满能量 才能重新启动 我们才能回到华华星球 你们的华华飞船 现在在哪里呢 在森林里 我可以带你们去 可是我的朋友们 不要担心 我和妹妹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都是熊皮皮的家人 明天我们先把你送到飞船里 然后一起来帮助你 找到你的朋友们 今天太晚了 你就住在这里吧 不过 请问别让妈妈发现你 因为她可能会下招的 太谢谢你们了 你们看 原来小怪物也是很可爱的嘛 皮皮皮 你还怕不怕小怪兽了 我再也不怕了 好怖的飞船 这个送给你们 它叫小怪怪 每个小怪物都有一个 等你们收集到全部的小怪怪 就是飞船重新启动的时候 我们就能回到怪怪星球了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找到全部的小怪物 把它们安全送回怪怪飞船 谢谢你们帮助我 请你们一定要找到我的朋友们 你们呼喊我的名字 怪怪飞船就能打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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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再见了 我的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噢 哦 哦 哦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你还记得它长什么样子吗 我记得 我记得 它像女孩说小便 乱了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把它叫醒吧 张大嘴巴 啊 啊 啊 大家跟我一起说 说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下次见 把ilight的置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